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子修房时发现妻姐重病有意 暗中跟踪后揭开惊天阴谋 李子诚一家人很高兴 由于这座城市靠近河流 所以河岸上生长出许多芦苇沼泽 城里的大部分人都是靠河流卫生的人 还有人种田后靠打鱼养虾卫生 有的人靠编织芦苇赚钱 然后卖掉 它属于最后一组 这个工艺不是天然的 城市的父亲和母亲都是熟练的织布工 种之后 他们用芦苇制作各种物品出售 如鞋子 垫子等 竹席是必不可少的 人们在建造房屋时也使用它们 他们把席子铺在木板上 然后在席子上铺上泥土和瓷砖 所以父母都有这份工作 家庭生活也不差 吃饱喝足 他们还能省钱 当他十几岁的时候 他就开始和父母一起编织芦苇 长大后 他开始自己做事 他能用芦苇系编化 被称为镇上最熟练的手艺 他的父母勤劳节俭 他也脚踏实地 努力工作 18岁的时候 有人来向他求婚 最后他娶了林震的一个较僵的姑娘 婚后 李子诚与妻子江苏尔相爱 过着富裕的生活 原来爸爸妈妈年纪病不大 还能工作 夫妻俩也明白 要勤俭节约 家庭和睦 生活幸福 但年轻夫妇也有问题 那就是江苏尔的姐姐和江兰 夫妇俩为何担心江苏尔的姐姐 这个江兰儿勤奋 技术精湛 但他的人生却如黄脸 几年前 我和男人结婚了 我美好的生活 才刚刚开始 然而 男人却突然得了一种怪病 要也不起作用 几个月后就去世了 可怜的江兰儿 结婚才一年 就成了寡妇 没有一个爸儿子 既然如此 他会再婚 但江兰儿坚持要为男人 保留家人的爱三年 才考虑再婚 蒋家无奈 只能接受 今年已经是第三年了 亲戚们陆续来探望 江兰儿虽然是寡妇 但没有孩子 年纪还小 竞争对手告诉他 有很多人可供选择 但江兰儿选择了说话温和 效率低下的男人 刘宁是这个男人的名字 他平日里和几个人一起吃饭 喝酒赌博 不干正事 什么外门邪道都知道 你怎么能嫁给这样的人呢 结婚了 怎么能幸福呢 因此 江家和他的妹妹江苏儿都没有不同意 李子成认为 妻姐要结婚是家庭事务 妹妹不应该干涉 她可以有说福利 但她不能成为一家之主 江苏儿不听 她说 如果她允许姐姐结婚 她就会把姐姐推入火坑 她必须停止 因为这件事 夫妻俩经常吵架 生活中有点不愉快 江苏儿就这样阻止了姐姐的婚姻 与姐姐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 甚至还发生了争吵 看到两个女孩闹出这样的动静 江家的父母也是伤心又无奈 当然 他们是站在江苏儿一边的 没想到 当江苏儿看到姐姐和父母干涉她的婚姻时 她立刻想跳河死 这可把江家吓坏了 如果她被逼死怎么办 所以 她的父母和江苏儿都不敢再干涉 江苏儿即将在困境中与刘宁结婚 妻姐要结婚了 李子诚和江苏儿当然要去 江苏儿断定 姐姐将来一定会后悔 所以她提前几天去了父母家做最后的努力 李子诚仍在家里 直到两天后的婚礼那天才会出现 女人去了父母家 家里缺莫闲著 她把自己做的卢尾锡拿去市场上买 她擅长手工艺 在当地很受欢迎 再加上 她是一个善良的人 所以 人们愿意购买她的商品 我们带的垫子 很快就卖完了 到中午才卖完 她想到给家里的父母买食物 改善他们的夜生活 市场上有很多卖食物的人 李子诚绕了两圈 在一家商场前停了下来 突然看到不远处的刘宁正正与她的脸争问 刘宁即将嫁给妻姐 她会在市场上购买婚礼用的东西吗 但当他们看向周围的人时 却摆了白手 笑皮地笑着 似乎在劝说着什么 刘宁先是摆摆手 愤怒地摇头 片刻后 两人又碰头低声说话 李子诚翻了个白眼 看来刘宁并不是来买东西的 他旁边是谁 魏师魔说是猥亵呢 他很好奇 忍不住多看几眼 这时 受伤男子满脸笑容地给了刘宁钱 刘宁拿着钱 脸上带着笑容 跟着男人离开了 李子诚不明白 这两个人会做什么 不过现在时间还早 他也立刻跟了上去 刘宁和刀疤连进了一间房子 李子诚到达时 听到里面有尖叫声 环顾四周 发现他们正在赌博 他忍不住摇头叹息 他一直表示 丈夫不会允许他干涉七姐的事情 现在看来 江苏儿的话并没有错 江儿真的很喜欢这个男人 他很不靠谱 过两天就要结婚了 这个时候他还赌 他还在想着 就看到刀疤连等人走了出来 两人不认识李子诚 就出来站在离李子诚较远的地方 低声交谈 这众赌徒就是赌徒 李子诚不愿意听 他假装默示 并一开视线 街上人们在吵闹 伤痕累累的男子 正在和男子说话 声音很低 李子诚只隐约听到了 结婚先让灯灭之类的话 当多面人不再说话时 旁边的人竖起了大拇指 两人都笑了 莫娜魔葬 两人笑了笑 又继续赌博了 李子诚忍不住叹了口气 他明白对于妻姐和刘宁的婚姻 他无法做出决定 就连他的妻子婆婆 婆婆也无法做出决定 他们即将结婚了 试图说服他是没有意义的 但快乐的事情会变得不愉快 两天后 江兰儿结婚了 李子诚一早就赶到了岳父家 到了婆婆家 我看到老公脸色不太好 一点也不高兴 眼睛红红的 显然是哭过的 当他看着婆婆和婆婆的时候 婆婆好点了 婆婆的眼睛也红了 他都要哭了 更让他震惊的是 江兰儿的坚持 不用说两天之内 他的婆婆和他的妻子 再次试图说服妻姐 但仍然无济于事 在这重情况下 他更不敢告诉妻子 他在市场上看到的情况 同样 他看着刘宁骑着毛驴 穿着婚纱 去接妻姐和江兰儿 对于羞辱之类的事情 大多数同乡和亲戚 都会这模作 作为大三的他应该去 但是江苏儿一直不喜欢刘宁 昨晚还和姐姐吵了一架 他因为姐姐不听任何人的话 而执意要跳进洞里 而感到不安 所以他没有去看他 他不去 李子诚当然也去不了 夫妻俩看着送他们来的人 和婆婆 婆婆一起吃饭 家里有人要结婚了 这该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 可一家人看上去都是阴郁的 哪里还有一点欢乐呢 这种气氛很压抑 婆婆就戒酒娇丑 然后李子诚和岳父在一起 两人都喝多了 喝醉了 喝醉了还睡在婆婆家 第二天早上 她也早早起床回来了 她只好到河边去看芦苇 江苏儿没有和她一起回来 女儿虽然结婚了 但公公婆婆却很担心 江苏儿留在父母身边 三天后 姐姐回来才回来 李子诚不可能永远待在殷勤家 无论夫妻生活多么艰难 他们都要过自己的生活 何况她已经在努力工作了 不能闲着 回到家 她拿着工具去河边砍芦苇 芦苇生长在岸边 大部分直接生长在水中 如果你想正确地切割他们 你必须进入水中 我卷起衣服的下摆 走到河边 切割了一会 我看到水中漂浮着一些货物 她拿起包裹 发现并不算太重 当她打开的时候 脸上满是震惊 包里有绣花鞋和婚纱 绣花鞋和婚纱都消化了 除此之外 没有别的什么 也没有什么理由 李子诚震惊了 她不明白是谁会把这些东西扔进芦苇丛里 婚纱固然是男式的 但绣花鞋却是女式的必备 一名女子的绣花鞋和男人的婚纱被塞进袋子里 扔进芦苇丛中 到底为什么 尽管李子诚很努力地想弄清楚 但她也不知道为时磨 她只是把这些东西重新绑起来 放在剪下来的芦苇上 然后就带回家了 转眼间三天过去了 按理说 她的丈夫江素应该回来了 但她没有回来 由于担心妻子 她辞去了工作 去了婆家 没想到 她去了之后 却看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 妻姐和江兰儿结婚三天后就回国了 回来后 她留在了刘宁身边 无论刘宁说什么 她都不会离开 我的公公婆婆以前不肯嫁给她 现在已经结婚了 短短三天内 她拒绝与他们同去 使他们感到困惑 愤怒和羞耻 要知道江兰儿丧偶后再婚 而刘宁是第二个嫁给她的男人 这二号男人刚刚结婚三天 心里就忍不住想起来 她发生了什么事情 其他人如何看待江家 然后婆婆很生气 问她为时模不回来 她没有给出任何理由 只是没有回来 江兰儿知道 姐姐不回来肯定是出了什么事 但无论她怎么问 姐姐都没有给出理由 也没有回来 最后刘宁一个人回来了 这也是江苏儿三天后 没有回家的原因 你告诉我 如果姐姐没有回来 她结婚后有看到什么吗 听到妻子这么说 李子诚大笑起来 你看到了什么 你才结婚三天 就没回来 你问为什么 我没告诉你 其他人正在闲聊 江苏儿不知道 别人会说闲话 这个姐姐让她每天都感到焦虑和不满 李子诚看着低下头的江兰儿 她心里确实有一个预判 既然江兰儿没有回来 她一定是在结婚后看到了什么 而这一幕让她很难说出口 但是这些话她不能对岳父岳母说 也不能对妻子说 因为她没有证据 只是想 她能做的就是说服婆婆 婆婆和丈夫 她本来是来接妻子的 但是碍于现在的情况 莫办法去接她 所以她只得一个人回去 三天后 开始下雨了 李子诚没有出去卖东西 只是在家之毛衣 中午雨停了 江苏儿和七姐 江兰儿一起抵达 江兰儿的眼睛又红又肿 这三天肯定哭了很多次 江苏儿小声说道 刘宁昨天去家里接姐姐 但是姐姐没有回来 她很吵 雨下得很大 房子都裂了 我要你带一块垫子来修理她 李子诚震惊了 岳父家里比较拥挤 他就不得不干着重活 显然 他的妻子看到姐姐情绪低落 就带她到家里 呼吸新鲜空气 休息一下 父母看到儿媳妇带着姐姐回家 陈氏赶紧做饭 江苏儿带着江兰儿 去了里屋 李子诚还在做地毯 江苏儿一边写作 一边出去帮忙做饭 过了一会儿 房间里传来江兰儿的尖叫声 惨叫声之大 足以让人头皮发麻 正在帮忙做饭的江苏儿跑了 李子诚也一头雾水 站在那里 茫然地看着内饰 内饰员为江苏儿的卧室 作为妻姐 江兰儿能够代替她 江苏儿出去帮忙做饭 只剩下江兰儿一个人在内饰 她是不是看到有什么东西在尖叫 江苏儿冲进里屋 过了一会儿把江兰儿扶了出来 江兰儿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李子诚 全身都在颤抖 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李子诚感觉很奇怪 他不明白白妻姐为何如此疯狂 里面的房间里并没有什么可怕的 他为师母这样 江兰儿坚持立即返回 并停止进食 江苏儿只好先送姐姐回去 下午李子诚就可以单独去了 午饭后李子诚带着他的装备离开了 路上他遇见了正在回家的妻子 他很困惑 为师母自己的妻子会这样到处先逛 江苏儿说回来想拿点东西就让李子诚先走 来到公公家的时候 公公婆婆还是很伤心 李子诚无话可说只能专心盖房子 在上楼的路上 他看到妻姐躲在窗户后面凝视着他 看到他 他连忙低下头 关上了窗户 这种奇怪的事情每年都会发生 尤其是现在 李子诚根本无法理解江苏儿整天在想什么 作为妻姐 他为师母偷偷地从窗户后面往外看 如果我的公公婆婆看到了 他们不会解释清楚的 快要修好的时候 刘宁来了 刘宁是一个邪恶的人 他没有和任何人告别 就冲到江苏儿的房间 说今天要去接他 李子诚从屋子里下来 把设备扛在刘宁身后 刘宁最近莫见过他 但是当他看到他带着装置的时候 他的脸色突然变了恐惧 他眨了两下眼睛 然后躺在江苏儿的耳边 说了几句话 去之前 江苏儿看到刘宁走了 张嘴想突兀 然后哭了 过了一会儿 他全身颤抖 说不出话来 婆婆和婆婆害怕了 跑去找医生 但医生没有告诉他原因 江苏儿躺在床上无声地哭泣 全身都在颤抖 还不时地呕吐 好像病得很厉害 婆婆和婆婆都在看着江苏儿 李子诚在七姐的房间里 总是很尴尬 所以她准备去房间 完成剩下的工作 没想到她一出门 丈夫江苏儿就进了屋 她的脸色阴沉下来 盯着她 李子诚很苦恼 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的妻子会这样 这时 江苏儿来到她身边 把她从门口拉开 轻声说道 我问你 嫁衣和绣花鞋是从哪里来的 房间里的 李子诚傻笑了 她还很困惑 不明白 丈夫为何阴沉住脸 听到妻子的问话 她恍然大悟 江苏儿一定是回家 拿东西了 看到屋里的货物 心想自己出去积添了 又找了别的女人 她从炉尾 从中取出那捆东西 带回家 直接扔进了内室 江苏儿在这件事上的愤怒 让她很高兴 因为这表明 江苏儿关心她 看到她的笑容 江苏儿更加生气了 李子诚刚要解释 岳父岳母就大喊起来 江苏儿跑到姐姐的房间 发现江苏儿已经昏倒了 明明是好人 却说自己有病 这真是太奇怪了 江苏儿在短暂的昏迷后 醒了过来 但她始终没有平静下来 一直在颤抖 江苏儿又出来 请李子诚解释了 李子诚当天向她讲述了 砍卢尾的事情 江苏儿起初并不相信 她的面色愈加恶化 谈到拿走自己的东西后 李子诚补充道 我觉得包里的婚纱很好看 不想扔掉 绣花鞋也是新的 所以就拿走了 房屋 演讲结束前 江苏儿打断她的话 这双绣花鞋是姐姐的 李子诚张了张嘴 茫然地看着江苏儿 她没想到会听到这样一句话 这怎么发生的 这是姐姐的婚血 是我帮忙做的 我永远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 那卢尾最后是怎么回事 如果你没有撒谎 那么问题来了 奇怪 李子诚仍然感到震惊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我拿起东西 真的有绣花鞋解鞋吗 巧合与否 先不说 她的绣花鞋为何被装进袋子里 扔进芦苇里 看到她震惊的表情 知道她是谁 江苏儿还是选择相信她 但事实是 两人都有些困惑 李子诚不再关心盖房子了 她想了想 突然想起自己结婚前两天 在市场上遇现了刘宁 那时 她的脸上带着伤痕 人们怨声载道 刀疤脸给了刘宁钱 让她打赌 刀疤脸和另一个人出去小声交谈 她隐约听到了一些关于婚礼的事情 记得七姐结婚三天后 还没有回来 她的绣花鞋 又重新出现在芦苇上 这一切都表明 她结婚后 发生了一些事情 让她不再想和刘宁住在一起 但她又不敢说出来 现在她病得很重 忍不住躺在床上 原因是 最近刘宁在她耳边说了一句话 心里隐约有一丝怀疑 但又不敢跟妻子说清楚 只好说要先回家 江苏儿不明白 她为什么突然又想回家 但也没有阻止 她很快就离开了 但房子的建造并没有完成 夜晚 江家一片漆黑 江苏儿的门悄然打开 一个男人跑了出来 她在黑暗中走了一会儿 离开村庄后 来到了一片森林 有人在森林里等待着 我永远不会回到你身边 如果你再强迫我 我会比你先死 江苏儿对那人发牢骚 那人却冷笑道 我让你出去 不是让你跟我一起回来 免得你死 而是去遥远的地方 当你到达那里时 我保证你不死不活 话音刚落 术后突然出现了几个人 他们冲到江苏儿身边 用绳子把她绑起来 江苏儿拼命挣扎 却怎么挣脱 当机人获胜 想要和江苏儿一起走的时候 黑暗的森林里 突然亮起一盏灯笼 一群人围了上来 李子诚是领导人 在灯笼的照耀下 捆绑江苏儿的人 包括刘宁和子弹身影 都清晰可见 刘宁看到李子诚身边 带着一大群人 他稍稍惊慌后平静下来 对李子诚笑道 兰儿不会回来了 所以我得想办法把他带回来 你在做什么 李子诚嘲笑道 你想让他回来吗 你想卖掉他吗 你是数折的人 因为他之前正忙着娶你 今天你们谁都逃不掉 话音刚落 手持火把的男子 就出手将刘宁等人绑了起来 李子诚带了这些人来帮忙 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他们想知道 但李子诚并没有多说什么 坚称刘宁等人想卖掉江苏儿 这一罪行足以让他们入狱 而且证据已经有了 证人也不少 他们无法改变现状 至于其他事情 李子诚并不打算告诉这些人 最终刘宁等人入狱 江苏儿的病情也逐渐康复 一年后他再婚了 这次他嫁给了男人 男人性格很好 生活也很幸福 李子诚和江苏儿 一直生活在一起 直到去世 江苏儿问李子诚 为什么姐姐的绣花鞋 最后变成了芦苇 魏师摩三天后 姐姐没有和刘宁一起回来 刘宁为何要连手害自己的丈夫 起初李子诚不想回答 但江苏儿天天问 最后他才告诉了妻子事情 原来 李子诚在集市上 遇见了刘宁和八面煞心 刀八脸向刘宁提出了一个无耻的计划 可悲的是 刘宁竟然答应了 因为刀八脸答应给他钱 沉迷于赌博的刘宁 在金钱问题上 也同意刀八脸的观点 八面煞心 向刘宁提出了什么计划 他要在新婚之夜 穿上刘宁的婚纱 带他走进婚礼殿堂 只要是秘密进行的 江苏儿就看不到 刘宁还可以和江苏儿一起生活 刘宁接受了这种无耻的要求和肮脏的伎俩 他与动物有何不同 婚礼当天 八面煞心也做了他该做的事 可怜的江若儿殊不知 和他一起走进婚礼殿堂的不是刘宁 而是刀八脸 因为刀八脸等人提前关掉了房间里的灯 再加上没有说话 江若儿是怎么知道的 但半夜 江若儿被睡梦中说话的受伤身影吵醒 他从声音中意识到床上的不是刘宁 于是他尖叫起来 他的尖叫声下到了刀八脸 赶紧抓起一副鞋子就跑了出去 一跑江若儿比刘宁还忠诚 他尴尬极了 充满了仇恨 因为这种事刘宁肯定是知道的 这种无耻的人竟然能做出可怕的事情 他不敢出声 只是后悔自己没有听父母和姐姐的话 选择了刘宁这样的人 连续三天不吃不喝 也没有立即回父母家 因为他已经再婚了 不想让父母难堪 待了三天后 他就回到了家 并没有和刘宁一起回来 新婚三天不回婆家 总得给个理由吧 但他不能说话 他很难说话 半夜出现了双眼皮的脸 到了外面 他才发现自己拿的鞋不是自己的 而是江南的绣花鞋 他心中大怒 将绣花鞋和婚纱装进袋子里 扔进了河里 河水将货物带到芦苇丛中 被芦苇挡住了 李子诚恰巧砍了一根芦苇 他把这束芦苇带回家 扔进了内室 为了让姐姐休息 江苏尔把他带到了自己的家里 当江苏尔去帮忙做饭时 屋里独自一人的江南 看到了里面的奖杯 婚纱和绣花鞋 他当然知道 这是他的结婚绣花鞋 半夜男人逃跑的时候 就已经脱掉了 可他怎么会在这个时候 出现在姐姐家呢 江南怀疑 普丁是冒名顶替者 大声喊道 他拒绝接受他所看到的一切 什么都不知道的李子诚 去岳父家修房子 看到江南在窗外偷看 原因是因为江南恨他 想让他掉进屋里死掉 江南没有和刘宁一起回来 这激怒了刘宁 此外 他赌博输了钱 刀疤连给了他一些建议 还不如骗江南儿 卖掉之后赚钱 刘宁这个无耻之徒 又答应了 他去江家 本来是想绑架江南儿 没想到李子诚修好了大楼 手上悬流着工具 敢于违抗别人 却不敢违抗李子诚 他想到了 趴在江南儿边 求他晚上去森林里见他 否则他就讲出晚上发生的故事 婚礼 江南儿没想到 刘宁这抹刻薄 立刻就摔倒了 他气得吐了 浑身发抖 好像病得很厉害 江苏儿看到屋里的货物 询问李子诚 李子诚也知道这双绣花鞋是江南儿的 回想起之前发生的一切 他意识到江南儿所说的难事一定是发生在新婚之夜 刘宁和刘宁说了几句话 他就恶心了 肯定是刘宁逼迫了江南儿 于是他离开了装修好的房子 嘴上说要回去 其实他是在找别人 看到那些人 他就和那些人一起躲到了岳父家门前 当他看到江南儿出来时 他带领众人追了上去 然后就出了江南儿 不然的话 江南儿就会莫名其妙地消失 再也见不到了 李子诚没有告诉任何人 因为他担心七姐很难像人一样行事 如果这件事被公开 七姐想不开自杀了怎么办 江苏直到那时才知道事情的真相 震惊之余 他决定向姐姐隐瞒此事 夫妻俩一生中 从未与第三人讨论过此事 普丁是个简单的人 他只是聪明 但功力必须是灵性的 所以他遇到后灵机一动 救了七姐 在这件事上 江南儿是一个悲伤的人 结婚一年后 他失去了妻子 他也是一个长期的恋人 他与妻子住了三年才再婚 也算是圆满了夫妻的缘分 然而他不熟 认为要想陷到丈夫 就必须嫁给刘宁 但他不知道 刘宁什么都不懂 不可能只是善意地劝说 结婚后 他意识到自己错误地信任了一个人 他很抱歉 但他不能告诉别人 他忙得几乎要疯了 感谢李子诚 他暗中帮助江南儿脱险 一生保守秘密 刘宁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小人 更是无耻至极 他接受了别人无耻的赌博要求 还想做更糟糕的事情 如果李子诚无能 他就会成功 江南儿也是如此 就消失吧 刘宁在赌博中失去了人性 江南儿不听他的劝说 嫁给了一个坏男人 这些都是教训 江南儿不明白 他的父母不会伤害他 他应该多听父母的话 尤其是在生活的长远问题上 他不应该根据自己的想法做出决定 因为他正处于游戏之中 很可能会被眼前发生的事情 蒙蔽双眼 失去了理智 但是父母在外面 他们必须把目光移开 所以生活中重要的事情 应该多和父母谈谈 不要一意孤行 否则万一跳进火坑 事后后悔就晚了 你怎么认为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聊斋故事 手伸隐语 如今天都这么晚了 翠兰怎么还没回来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妇人 看着窗外的天色 喃喃自语 娘 她就是个扫把星 肯定是知道自己不吉利 所以离家出走了呗 正坐在桌旁 吃饭的一个中年妇人 见面说道 对呀 奶奶 我可是你的亲孙子 都没见你这么关心过我 另一个坐在桌旁 十五六岁的青年 一边说着 一边还不忘给 自己碗里夹菜 饭桌上 另一位皮肤有黑的中年汉子 似乎没有听到 他们吉人的对话 只是埋头吃饭 一言不发 头发花白的老妇人摇摇头 对这一幕已经见怪不怪了 她先是回屋披了剑后棉衣 然后静止朝着院外走去 娘 你要去 中年汉子献老妇人要出门 顿时有些坐不住了 只是她的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一旁的妇人掐了一下胳膊 她的话也戛然而止 这有黑的汉子 名叫张仁义 而刚刚出门的老妇人则是她的母亲张母 张母口中的张翠兰 是张仁义的女儿 也是她的亲孙女 下午时分 张母从外面回来 就听儿媳妇说张翠兰去了山上挖野菜 原本张母想着自己的孙女 也不是第一次进山挖野菜 所以也就没有太在意 可随着时间一点点流逝 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 张母依旧没有见张翠兰回来 这让她心中有了不好的预感 所以决定亲自出门去寻找孙女的下落 张翠兰虽然是张仁义的女儿 但在家里的地位非常尴尬 张仁义和她的妻子刘氏都不待见张翠兰 平日里不仅不给张翠兰好脸色 还是常对她进行辱骂殴打 如果不是张母这些年在一旁照看着 恐怕张翠兰根本活不到现在 而反观张有才 她作为张仁义的儿子 得到了父母的百般宠爱 之所以张仁义夫妇对两个孩子的态度差别如此之大 是因为张翠兰出生的时候难产 导致刘氏差点丢了性命 从那以后 刘氏就再也没能怀上孩子 张仁义夫妇把这一切全部都归结到张翠兰身上 认为她就是个不祥之人 张母沿着平日的小路 一路蹒跚着上了山 一边走 她还一边呼喊孙女的名字 可直到张母来到平日里村民挖野菜的地方 也没有看见自家孙女的身影 不死心的张母又往前找了一段路 可四周除了黑漆漆的树木 一个人影都没有 一阵冷风吹过 不禁让张母紧了紧身上的棉衣 眼看着再往前走 就会有凶手出没 无奈之下她也只好原路返回 就在张母急匆匆往回赶时 由于天色太黑 她脚下不知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 直接栽倒在了地上 因为上了年纪 张母在地上坐了好久 才勉强缓过神来 她低头往脚下看去 发现绊倒自己的是土里冒出来的一块石头 这时清冷的月光洒了下来 张母也看清了地上的石头 顿时下的脸色苍白 这哪里是什么石头 分明是露出一半的墓碑 上面还刻珠穆主人的名字 张母急忙起身对墓碑行了一礼 小夫人不是有意打扰各位休息的 还望诸位不要怪罪 在恭恭敬敬地对着墓碑刻了三个头后 张母又从旁边挖了些泥土将这墓碑彻底掩埋 这才小心翼翼地从旁边走了过去 此时若是张母回头定会看到 她身后的树梢上不知何时多了一个白衣身影 那身影一身白衣破破烂烂的 头发很长让人看不清她的面容 她就站在树枝上注视着 张母逐渐远去的背影 没有动作 张母有些惊慌地往村子里赶去 村里人常说 晚上走夜路 如果碰上这些不干净的东西 态度一定要恭敬 否则他们就会半夜过来索命 正当张母胡思乱想之际 一旁的草丛中突然传出了稀稀索索的声音 张母以为是刚刚的牧主人过来索命了 吓得愣在原地浑身发抖 正当她以为自己这把老骨头要交代在这里的时候 草丛中突然传出一个清脆的声音 奶奶 你怎么在这里 张母感觉这声音很熟悉 她有些静一不定地转头望去 就看到一个人影 扒开灌木从里面走了出来 张母看着这人身心有些熟悉 待此人来到面前这才看清 她不正是自己要找的孙女张翠兰吗 看清来人 张母这才长舒一口气 随即又有些生气地责备道 你这孩子 这魔晚了不回家 还在外面干什么 还是在这深山老林里 奶奶的责备让张翠兰惭愧地低下头 她咬着嘴唇 对不起奶奶 让你担心了 这时张母才看清 此时的张翠兰衣服上破了好几个口子 手臂也有好几处被树枝划伤了 模样着实有些凄惨 这魔晚了不回家还在山里干什么 还把自己伤成这个样子 面对奶奶的问话 张翠兰只是低住头没有回答 这个家里奶奶是唯一对她好的人 所以张翠兰打心底里 不想对奶奶说谎 张母见张翠兰这副神情 哪里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是不是刘氏又刁难你了 和你说过多少次了 有什么事要跟奶奶说 你怎么就是不听呢 张母有些心疼地抚摸着自家孙女手臂上的伤口 眼中隐隐有泪光浮现 奶奶默示的 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况且这些都是皮外伤 过不了两天就好了 张翠兰说着 主动上前扶着身子 有些勾搂的奶奶慢慢往山下走去 张母猜测得不错 她之所以这么晚了 还在山上确实是因为流失 因为下午张母不在家 比张翠兰大两岁的张友 才不知怎得突然想吃蘑菇了 张仁一夫复平日里就是对这个儿子宠爱的锦 听他这样说 自然不敢怠慢 直接让在一旁洗菜的张翠兰去山上采蘑菇 这时太阳已经快要下山了 此时上山着实有些不安全 但张翠兰也不想因为自己 让奶奶和流失发生争执 于是就拿上被篓 快步往山上走去 想着快些走应该能在完全天黑之前回来 可张翠兰忘了 已经去久末下雨了 此时山上很少能陷到蘑菇 她进山找了许久 也才找到一点 但害怕自己被骂后奶奶又要与流失起争执 所以才这么晚了 还在山上寻找 等回过山来这才发现 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 张翠兰害怕奶奶担心 这才顾不得其他赶紧往家里赶去 她刚从树林中出来 就遇到了急匆匆下山的张母 张翠兰一路上只是说自己在山上 盼完往了时辰 并未说出流失让她采蘑菇的事 她不想让奶奶再为了自己与流失吵架 张母哪里不知道自家孙女的心思 只是在心中默默地叹了一口气 她想着希望自己能多获鸡天 亲眼看着孙女找个人好嫁嫁人了才好 这样她才能没有遗憾地离开 两人回来的时候 刘氏等人已经吃过饭休息了 他们甚至都没有给祖孙两人留饭 张友才想吃蘑菇完全就是心血来潮 她就是单纯的觉得无聊随口说的 没有她也不在意 张母似乎早有预料 她从怀里掏出一个玉米饼子递给张翠兰 把这个饼子吃了早些休息吧 奶奶我已经吃过了 张翠兰接过玉米饼子小心翼翼地掰成两半 奶奶我吃一半就够了 说着把另一半帝还给了张母 张母看着如此乖巧懂事的孙女 心中又是一叹 这魔好的孩子上天为何要让她受这魔多罪呢 第二日张翠兰与往常一样 早起开始做家务 可知道煮好早饭 她也没有见张母起来 张翠兰心中有了不好的预感 因为张母上了年纪 平日里睡眠就少 这个点她早就应该起床了才是 不放心的张翠兰来到奶奶门前敲门 奶奶你起来了吗 等了片刻 房间里没有任何动静 这边的动静惊动了张仁义夫妇 他们走过来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母亲还没有起来吗 平日里她可不会这样 张仁义来到门前 皱眉说道 她又拍了拍房门 喊了两声 房间里依然没有动静 张仁义感觉事情有些不对劲 于是一脚踹开了门 众人进屋一看 顿时吓得面如土色 只见此时的张母躺在窗上 嘴唇清紫 脸色发白 身体还在不停的颤抖 似乎是中了毒一样 这张仁义和刘氏见到这一幕 一时吓得莫敢上前 奶奶你怎么了 张翠兰见到床上的奶奶如今这副模样 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 她不管不顾地冲到床前查看张母的情况 张母似乎也感觉到自家孙女进来了 努力地撤出一个微笑 翠兰呀 奶奶默示 奶奶 看着已经哭成泪人的张翠兰 张仁义这才反应过来 她急忙出门去找了大夫 莫多久 村里唯一的老大夫就急匆匆地被张仁义请了过来 众人退到一旁 让老大夫给张母诊治 在查看过张母的情况后 她无奈地摇摇头 你母亲应该是沾染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如今我也无能为力 唯一的办法就是请那些有手段的道场出手 否则老大夫的话没有说完 但众人都明白她的意思 张仁义听完大夫的话没有犹豫 再次急匆匆地跑了出去 她虽然对张翠兰不好 可对自家母亲还是有感情的 要不然已流失的霸道 恐怕张母和张翠兰早就被赶出了家门 大概中午时分 张仁义从外面带回来一名道场 这道长身住一身崭新的道袍 虽然胡须皆白 却常住一张年轻人的脸 精神头看上去也很足 完全不像是老年人 这道常来到房间里 先是简单查看了下张母的情况 然后捋了捋胡须点点头 老人家的病情我已经了解了 确实是碰到了不干净的东西 才导致阴气入体 所以才会变成现在的这个样子 想要治疗的话 需要服用我特制的丹药才行 不知鸡尾是否愿意啊 那道常说完这番话 就转头看向张仁义夫妇 愿意愿意 只要能救好我的母亲 张仁义答应的话刚说到一半 就被站在一旁的刘氏给掐了一把 将他的话声声打断 不知道常这丹药怎么卖 刘氏瞪了张仁义一眼 然后转向那道长笑咪咪的问道 道常捋着胡须 不紧不慢地说道 一颗丹药 一两银子 一两银子 张仁义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 要知道一两银子在他们这里 可是大半年的开销 如今却只能买一颗丹药 这让他怎么不震惊 刘氏的眼睛闪了闪 道常 一两银子对我们家来说 血是有点多了 一时半会也拿不出这么多钱 您看能不能便宜点 坐在一旁老神在在的道常 听完刘氏的话皱了皱眉 这单药可是我耗费了大量心血才炼制出的 一两银子已经很优惠了 别人我都是卖无量的 听道常如此说 张仁义和刘氏都沉默了 显然他们都觉得花一两银子就这个快要入土的老婆子 根本不值得 站在一旁的张翠岚一下子就看出了两人的想法 他直接扑通一声跪在了张仁义和刘氏面前 爹 娘 我求求你们究究奶奶吧 我以后会更加努力的做活 一定会报答你们的大恩大德的 张翠岚跪在地上不停地朝他们两人磕头 哼 报答我们 你知道一两银子有多少钱吗 就算你做一辈子宫 恐怕也还不起 刘氏看着跪在地上的张翠岚冷哼一声 毫不留情地开口 他心中已经打定主意 不会就这个死老太婆 原本想着如果只花几个铜板 能将这老太婆就回来 还是愿意的 毕竟这样只付出了一点小小的代价 就能换回一个孝顺的名头 可如今看来 还是让这个老太婆尽早入土为安吧 张仁义听住自家媳妇的话 只是站在一旁 低着头没有说话 他虽然没有表态 但也已经默许了刘氏的做法 张翠岚跪在地上的身子颤了颤 他虽然不知道奶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但想必肯定是昨天去山上找她 才会遇上的脏东西 所以无论如何 张翠岚都会想尽一切办法救回奶奶 如果 如果 你们答应救奶奶 我愿意去哪个地方 张翠岚死死捏着自己的衣角 她颤抖着嘴唇 说出了这段话 刘氏顿时眼前一亮 你真的答应 对 我愿意去 张翠岚咬着牙 拼命地不让自己哭出来 原来早在半年前 张翠岚急击的时候 刘氏就想将她迈进青楼 后来还是张翠岚拼命反抗 才让村民们发现这件事 然后就有人告诉了还在外面的张母 最终这件事闹到了村长那里 在众村民的指责下 刘氏这才作罢 如今 张翠岚主动提起这件事 不免又让刘氏有了想法 阴住张翠岚出落得不错 所以 当初与青楼谈好的价格 是以五两银子 将她卖过去 现在既然张翠岚自己答应 那村民们自然也就没话说 而且 如今老太婆已经自身难保了 根本没法阻止她 好 只要你答应过去 我就买下那颗丹药 刘氏笑眯眯地 扶起了跪在地上的张翠岚 此事再看她也顺眼了许多 最终 刘氏拿出一两银子 买下了那道 室口中所谓的 丹药 喂给了张母 看着奶奶 逐渐恢复正常的脸色 张翠岚这才放心地呼出一口气 原本刘氏想着 直接把张翠岚卖掉 丹药也不准被买 这样 她还能多赚一两银子 可张翠岚 似乎早就猜到了刘氏的想法 她坚持要让刘氏先买下丹药 给奶奶服下 才能答应这件事 躺在床上的张母 虽然不能说话 但两行浑浊的眼泪 却顺着她的眼角流了下来 第二日 在村中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 张翠岚被几个汉子给带走了 张翠岚被人带到了一个满是烟之味的房间 等了没多久 一个分不清年龄的女人走了进来 这人脸上抹着浓妆 嘴唇也涂着鲜艳的红色 穿着一身极其艳丽的衣裙 来人上下打量着 站在一旁的张翠岚 你就是张翠岚吧 长得倒是颇有几分姿色 听说你是自愿来这里的 饭是被发到这里的 走投无路的 被家里人强迫的我都见过 你这自愿的我还是第一次见 说说咋回事吧 张翠岚知道 这人就是这一家青楼的管事的 他也不敢隐瞒 一五一十的把自己的经历说了出来 你这女娃娃也是可怜 来到这里的又有几个人不是可怜人呢 老宝自言着让人带着张翠岚 先去他的房间 可能是同情张翠岚的遭遇 老宝并没有让张翠岚直接接客 而是让他先跟着青楼里的头牌学习 张翠岚本就很有眼力尽 加上他人也勤快 一来二去的就与这里的姑娘都熟了 大多数人来到这里也是迫不得已 所以在得知张翠岚的遭遇后 众人也很照顾他 转眼一月时间匆匆而过 张翠岚由于担心奶奶的病情 所以就托人往家里烧了信回去 三天后 那人传回消息 你奶奶吃了丹药 虽然身体已无大碍 但是身体非常虚弱 根本下不了床 张翠岚听后整个心都揪了起来 他想立刻回到奶奶身边去照顾他 可是他走不了 那有没有人照顾他 我父母有没有买条里身子的药物 自然是有人照顾的 只是你也知道你父母的为人 想要让他们给你奶奶花钱 那是比登天还难 张翠岚想到 平日里奶奶那么疼爱自己 而如今他生病了 自己连去的床前尽孝都不能 心中又是一阵酸涩 他让传心之人在楼下等了片刻 然后快速转身回了屋 这是我这段时间攒下来的银两 劳烦大哥帮我烧回去 告诉我的父母 用这些钱给奶奶买些养身子的药物 这大哥也是张翠岚存子里的人 看到他的孝心后 也是感动不已 你放心 你的这些钱还有嘱托 我一定会带给你的父母的 看着那大哥拿着银子离去 张翠岚这才稍微放了点心 原本张翠岚以为 奶奶的身体会就此好转 可没过两天 他就又收到了来自家里的消息 你奶奶在吃了补药后 已经可以下地走路了 只是他不小心摔了一跤 原本已经大好的病情又复发了 现在需要二两银子救命 问你有没有钱 张翠岚得知奶奶病情复发后 心中万分焦急 为了给自家奶奶看病 他找了青楼里要好的姐妹 借了二两银子 让传信的人烧回去 送走那人后 张翠岚就每天魂不守舍地 等住家里传来的消息 可让他心寒的是 等来的是奶奶一次又一次重病的消息 还有就是父母为了给奶奶看病 问他要的一笔笔银子 原本张翠岚还会因为听到奶奶重病的消息而感到焦急 可渐渐的他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对 从他被卖到青楼到如今 已经往家里寄了十几两银子 按理说只要不是不治之症 奶奶的病应该早就好了才对 最终张翠岚怀住心中的狐疑 向老宝请了一天的假 他要亲自回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雇了一辆马车 张翠岚偷偷回了村子 可刚到村口 他就听到了村民的议论 这让他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 那张母也是可怜 年轻的时候老两口把张仁义都宠上天了 可老了老了 临死前连个棺材都没有 谁说不是呢 那刘氏也是有手段 竟拿你的张仁义一句话都不敢说 可不是吗 我还听说张仁义偷偷地把他女儿翠岚 迈进了那种地方 以前张母在的时候 她就动过这方面的心思 如今张母已经不在了 只是可怜了翠岚那姑娘 几个村民说着 纷纷摇头离去 张翠岚听完他们的话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奶奶已经死了 不可能 不可能 我明明往家里寄了那么多钱给奶奶看病 奶奶怎么可能会死呢 张翠岚整个人 旁服丢了魂一半 难难自愚 她爬起身子 抱着最后一丝幻想 拼命地往家的方向跑去 可来到家门口 门上那飘动的丧饭 彻底将她的幻想击碎 这时张仁义刚好从屋内走了出来 一眼就看到了站在门口正正出身的张翠岚 她眼中闪过一丝不自然 然后转身便想回屋 张翠岚看到张仁义愤怒地跑过去质问她 我奶奶怎么死的 为何我奶奶过世的时候 没有人通知我 你们都不肯让我献奶奶最后一面吗 还有我妹妹往家里拿了那么多银子 你们不是说奶奶只是风寒 过几天就好了吗 为师母奶奶会死 你告诉我 面对自家女儿的质问 张仁义眉敢看她的眼睛 只是低着头站在那里没有动 院外的动静惊动了在屋子里的流逝 她看着撞落疯癫的张翠岚 快步走过去 一巴掌扇在了张翠岚的脸上 你个扫把星还反了不成 谁给你的胆子让你这样和父母说话的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你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